文主任在梁山108章中,如果说攻防兼备,攻守平衡最厉害的人,那么一定是武松。 虽然从水浒传中的描述来看,武松的战绩不如卢俊逸和林冲,甚至在上了梁山之后,他很少主动出击,但是他在上梁山之前所做的事情就已经被他自水浒中的武功继位,奠定了良好基础。 按照很多人的看法,鲁俊逸、关盛和林冲再厉害,他们也无法释手空拳打死老虎,更无法像武松一样从飞云朴全身而退。 对,从武松的一系列表现来看,他的进攻手段多样,攻击威力惊人,无论是上棒和坡刀,无论是徒手拳脚,都能给敌人造成致命伤,最关键是,他速度极快,力量极重,达得极准,这点在飞云朴上,那四个杀手是有深刻体验的,同时他不仅仅进攻能力强,防守能力也很突出,这个体现在两点。 一是有超强的防守意识,武松的江湖经验丰富,对周围的环境十分敏感,比如在十字坡的时候,他一看死二娘的打扮,就感觉对方不怀好意,加上从包子里拔出一根拳发,立刻断定这就是个黑点,而在被张兜尖陷害之后,武松在衙门被审问时,他就判断,对方这是要把他往死里拳的节奏,于是果断认怂, 先保存实力,再抓住机会进行反击,另外一点就是武松的扛击打能力强,任性十足,如果是一般人,在喝了十八碗百九的情况下,面对一头凶猛老虎,基本上一两个回合就会成为老虎的点心, 但是武松不但完好无损,而且还能和老虎周旋,甚至把老虎折腾得疲惫不堪,由此可见他有极强的韧性,即便武松这么厉害,也有打意识金珠的时候,没错,就是在正方那时,武松被法师包到义,用法术偷袭,手臂被对方用宝剑砍中, 武松当时死死抓住宝剑,然后血运,被鲁智身救了,醒来之后第一件事情,就是把自己的残力给斩断,对于这次战斗,很多人都不解,武松怎么可能就被老包给偷袭了,是他不小心完全没有防范,还是因为老包的法术太厉害,根本不可能防得住呢, 当时的情况说简单也简单,说复杂也复杂,因为武松挥舞着双刀,去攻击包到义的徒弟正标,老包认识不对,马上施法,技术玄奸混元件,宝剑从前而降,直接刺向武松,武松未能防备,结果被砍中,由此可见,武松被砍,首先是因为防范不足,其次是老包的法术确实厉害,尤其是他那把宝剑, 是可以摆不取人手机的,所以可以这么判定,就算是武松有防备,就算在知道包到义要对他进行进攻的情况下,反而武松也是很难挡得出包到义的进攻,有句话说的好,武功再高,也怕太高,武松武功再高,也怕持戒老包。